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4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乔治亚高中突发枪案 已至4死30伤 险犯被捕 贺锦丽对川普谁会赢 六大战场中最新民调出炉 川普税改明年到期 美国家庭税负料将大增 纽约法拉盛统人案细节流出 华裔夫妇来美仅一个月 美国中文电视APP已经全面升级改版 您可以轻松实现手机看资讯 刷视频观直播 还有数百部经典电视剧等着您 欢迎您在苹果应用商店 谷歌应用商店下载美国中文电视APP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欲卫生行 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花旗生中美碌碌通服务 美国下单 中国三天收获 美国花旗生农业总会 官方品质保证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周三乔治亚州温德市阿帕拉奇高中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30人受伤一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警方和急救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23分左右赶往阿帕拉奇高中处理这起枪击事件 学校附近的视频显示 现场至少有5辆救护车和大量警力 至少有一架医疗直升机把一名伤者从现场空运出去 据医院的消息人士透露 当地一家医院正在接收与该事件有关的枪伤患者 联邦调查局FBI的发言人表示 FBI特工已经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执法部门 另据阿帕拉奇高中所在学区网站的数据 该校所属的巴罗郡学区系统是乔治亚州第24大学区 巴罗郡学区系统服务约15340名学生 其中的1932名学生就读于阿帕拉奇高中 相案发生之后 巴罗郡学区的所有校区均处于软封锁状态 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阿帕拉奇高中附近 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都聚集在那里 此外白宫称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阿帕拉奇高中枪击事件的汇报 温德据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的人口调查 温德约有18338人 再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CNN周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势均力敌 在乔治亚、内华达和宾州这三个战场州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领先者 该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均于48%对47%的支持率领先川普一个百分点 处于民调误差范围之内 而在宾州两人打成平手支持率都为47% 与此同时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领先川普六个百分点 他们的支持率分别为50%和44% 在密歇根州贺锦丽则以48%对43%的支持率领先 而在乔治亚州川普获得了49%的支持率领先贺锦丽五个百分点 拜登在2020年赢得了所有的六个州 而在2024年大选当中 乔治亚州和宾州对两位总统候选人而言都至关重要 在乔治亚州11%的支持川普或贺锦丽的选民表示 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 而在宾州选民当中这一比例为15% 自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贺锦丽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在The Hill Decision Desk HQ的全国平均民调当中 他以49.4%对45.4%的支持率领先 在乔治亚内华达和宾州Decision Desk HQ的平均民调结果 与CNN的最新民调相似 贺锦丽在每个州对川普的领先优势都不足一个百分点 根据Decision Desk HQ的平均值 民主党候选人最大的优势是在威斯康星 贺锦丽领先川普3.4个百分点 在密歇根州他平均领先1.6个百分点 而在亚利桑那州 贺锦丽与川普的平均支持率难分上下 来关注税收方面的消息 川普时期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将于2025年底到期 一项最新的分析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将看到他们的税单大幅上涨 这些减税措施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将标准扣除额提高近一倍 并提高联邦遗产税免税额 两党议员都表示他们希望避免增加这些税收 川普希望延长他的减税政策 而民主党人则希望仅将减税措施限制在年收入低于40万元的家庭 根据五党派智库税务基金会的分析 如果税法当中的条款一次性到期 全国纳税人平均要多支付2853元 各州面临的情况影响不一 麻州纳税人的税单将在2026年出现最大涨幅 平均每年增加4682元 华盛顿居民则将看到他们的税单平均上涨4429元 回合明州的纳税人将平均多支付4312元 在华盛顿特区 如果该法案如期到期 普通纳税人每年将不得不多支付3746元 华尔街日报指出 税法的到期可能特别影响高收入家庭的税负 当川普在2017年引入税改条款时 最大的赢家包括那些不征收所得税的州的高收入人群 而在纽约和新泽西等高税收州 居民税负减轻的幅度较小 如果减税政策到期这些影响将反向发生 例如怀俄明内华达和佛州等没有个人所得税的州 将成为减税到期之后平均税负增幅最高的10个州之一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些税改政策不可能被完全推翻 但如何处理该法案很可能是2025年两党争议的核心 税务基金会估计延长个人和企业条款将在2025年到2034年的10年预算期内 耗资约3.8万亿元 除了延长之前的税改方案之外 川普还于近期提议取消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税 同时将企业税率从21%降至15% 副总统贺锦丽也支持取消消费税的举措 同时扩大儿童税收低免 并对年收入不超过40万元的人继续减税 康师傅北京系列包点 高质量新鲜食材制作不含防腐剂 美国制造 美味时刻伴着您北京食品 田园律师带领法律博士团队为您保驾护航 大律所的经验 小律所的收费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华部容输瓶牙医博士 专精植牙 牙周病 激光治疗 庆祝周年及乔迁大酬兵 植牙每支 优惠800美元 好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劳工部周三报告称 7月份职位空缺数量跌至三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又一个迹象 该机构备受关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 当月职位空缺数量降至767万 较6月份下修的数字减少了23.7万 创下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职位空缺数量 为810万 报告还显示裁员人数升至176万 为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休闲和酒店业的裁员人数最多 与此同时 招聘人数从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略有上升 这些数据可能会为联储官员降息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人们普遍预计该机构将在9月中旬举行的下一次议席会议时开启降息周期 联储官员密切关注此份报告 将其作为劳动力市场情况的指标 本周五劳工部将公布重磅的8月非农就业报告 在7月令人失望的非农就业数据和过去一年的大幅下调就业人数之后 联储官员和市场参与者也在密切关注这份报告 预计该报告将显示就业人数增加16.1万人 失业率小幅下降至4.2% 视线聚焦华人社区 纽约法拉盛一家水疗中心周二下午发生一起捅人事件 一名华裔女子遇刺身亡 而她的丈夫随后被捕 周二下午5点40分刚过 一名男子走进位于凯辛娜大道4139号地下室的Spring Garden水疗中心 当着顾客和其他员工的面手持一把大刀 接连刺向受害者导致她腹部颈部受伤 来看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 我现在是在纽约法拉盛的凯辛娜大道 据我们所知男性是手边有把大刀 女性是身上有伤痕 女的肚子被捅了一刀 男的被靠走 女的被救护车拉走 有打斗案什么的 发生在他们地下室 对我是在一楼 就看到那羽的被男的抬走 男的那边一把刀 男的就被警察扣走 是这样 据悉受害者随后被送往 纽约长老会医院急救 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受害者被确认为26岁的唐桂梅 这家店面内有几家华人商铺运营 包括一家美发沙龙 事发时里面挤满了人 25岁的嫌疑人马家海作案之后留在现场 警方将他拘留 现场也发现了涉案长刀 调查人员还将受惊的目击者带上警车 在翻译的帮助之下逐一对他们进行问话 警方认为这起持刀杀人案源于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 一名认识受害者的目击者告诉纽约每日新闻 两人都来自贵州 刚刚来美国一个月 据悉这对夫妻住在皇后区樱桃大道1420号 马家海因唐桂梅的死亡被控谋杀威胁 非法持有武器和骚扰 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最后把视线转向国际 据路透社报道 加拿大正限制入境人数 7月份拒绝5853名外国人入境 包括学生工人和游客 创下2019年初以来的新高 今年前7个月 加拿大边境官员平均每月拒绝3727名外国人入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33人增幅达到20% 数据显示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 移民官员拒绝的签证申请数量超过批准的数量 获批的学生和工作签证数量也有所下降 路透社报道称这一转变似乎是非正式的 并不是政策变化 凸显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选举权的政治热点 加拿大将在明年举行大选 民调显示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支持率落后 而在生活费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加拿大接纳太多的移民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全新的美国中文电视APP现已全面上线 苹果和安卓应用商店搜索美国中文电视 即可免费下载 如果您已经是美国中文电视APP的用户 请直接更新即可 全新升级带来更丰富的视频内容 为您第一时间呈现全美最新资讯 更有最新点播剧场 高清聚集免费畅想 赶快下载美国中文电视APP 精彩世界与您相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